小哥哥 你好厉害 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你也喜欢吃乌鸡炖鲍鱼吗 OK 我吐了 我也吐了 太辣眼睛了 我的眼睛瞎了 有数学家嘛 求一下大聪明的心理阴影面积 该死的老班就 老子要灭了他 花了一百万啊 你就这么欺骗我的 我承认都是月亮了的黄那样的 妈 小葱啊 最近还好吧 你那个女朋友谈的咋样了 什么时候能见面 哎 这是不能让我妈知道 她为我操碎了心 要是受不了这个打击该怎么办 妈 您别操心 正聊着呢 很快就见面了 好好好 这谈恋爱男孩子要大气些 妈明天再给你转三十万 只要你喜欢 妈无条件支持你 特么的 刘贵芳 你敢骗我 老子灭了你 姐夫你帮我 我要找到他当面说清楚 哎 行吧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他应该在哪 阿姨 请问您要汤头发吗 阿姨 谁是阿姨 你看不出来人家是小姐姐吗 没大没小的 叫姐 对了你们这汤头发多少钱 姐 那么一倍把十把的汤发 滔惨争作活动呢 很有灰的 你看看 优惠 要什么优惠 你看不起谁啊 你们这最贵的汤发是多少钱 最贵的呀 那肯定是我们这款VIP之准 造型七千把贝把十把呀 哼 就这个七千八百八十把的 少一分都不行 好乐 姐 您少等 我马上安排 我的天 哪里来的吐豪啊 今天就打晕呀 卧槽 这大块装的 你们 什么头发要七千八百八十把 这怕是要给头发相襟吧 什么相襟 贼腾摸斯相钻好不好 乖女儿 怎么想起给妈妈打电话呢 哇 你不是要做头发吗 我刚好有一张美发沙龙的优惠券 打气折呢 哎呀 现在谁还用那玩意儿 服务员 来我付一下钱 哦 支付宝到账 七千八百八十八元整 哇 你怎么充七千八百八十八啊 这太多了 你是不是被骗了 你好 你母亲不是宠的徽元 而是笨癫最高的汤发加钱 什么 一次汤发就要七千八百八十八 哇 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妈妈这段时间炒股赚钱了 真的吗 我也想赚钱 我也想烫七千八百八十八的头发 你也教我炒股呗 炒股 炒个屁股还差不多 这要是娇人 岂不是就露馅了 不行 不是妈不帮你 而是有规矩 我先挂了哈 老公 看我买的包包和手机可爱不 静静要夸夸 要亲亲 要薄薄 要小浅浅 哇操 真特么的辣眼睛 特么的 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刘贵方 看老子今天不垂死你啊 老公 你怎么不回人家 你是不是不喜欢人家了 铁柱 加快速度 我们去揭开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好的老大 哟 我们的大忙人回来了 出去偷人很好玩吗 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什么时候偷人了 我热烈的马 7888的头发你也敢烫 这新衣服新包包哪里来的 还有这新手机 这可是水果最新款 要两万多呢 你还敢说自己没偷人 这些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梅振宇 你个混蛋 说老娘偷人 你有证据吗 没有就别在这下比比 证据 烫头发的钱哪来的 买包包 买手机的钱哪来的 如果不是偷人 你他妈还在马路上捡的不成 我 我炒股赚的不行 炒股 炒你马的股 我看你是炒的个屁股吧 说 那个男的是谁 今天要是不说出来 老子就打死你这个贱人 老娘我还怕你不成 有本事你砍我一下试试 你以为自己是拼兮兮啊 还砍你一刀 有本事你砍我一下试试 你找死 雷振宇 你个混蛋敢打我 我告诉你 老娘就是在外边有人了 还是个小鲜肉 比你这个老家伙强多了 他妈的 你再给老子说一遍 说一遍就说一遍 我告诉你 那男的三十多岁 家里还是个拆迁户呢 他爱我给我钱花 比你好多了 我热烈的马 那个是拆迁户的小青年是谁 他给了你多少钱 救命 救命啊 银萍 你快救我 雷振宇这个混蛋他打我 你们两个这是怎么了 都几十年的老夫妻了 怎么还动手动脚的 这个贱人他红杏出墙 他有一个三十多岁拆迁户的品头 我太难了 银萍怎么来了 千万别被他知道这件事啊 不然就完了 雷老哥 我看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三十多岁的青年 而且还是拆迁户 他找贵方这样的大妈 他脑子有问题吧 好像也是 不过万一那个家里拆迁的小青年 就喜欢年龄大的呢 那小青年是傻批吗 就算有特殊爱好 也会找个外形差不多的大妈吧 好像也是啊 就这一百七的体重 握在地上就像一头老母猪似的 我都觉得恶心 哪个小青年会喜欢这种 你真没出轨 混蛋 我这样的出轨 你要啊 对不起 我冤枉你了 哼 待会再找你算账 银萍妹子 刚才可谢谢你了 我都这一把年纪了 这老东西还担心我出轨 真是花天下之大忌 这不是说明我雷哥在意你吗 那倒也是 对了 你儿子女朋友找的咋样了 我儿子啊 在网上谈了一个女孩 两个人敢很好 不过就是花钱有点多 想问你能不能再给介绍个 不行 我还等着钱花你 可不能让李银萍这个老女人 给我搅黄了 银萍妹子 现在哪个恋爱不花钱 只要小葱这孩子自己喜欢就好了 再说了 这孩子 你这是干什么 怎么能踹你刘阿姨家的门呢 看看这是刘阿姨刚送给我的包包和手机 哼 刘贵芳你个老班旧 给我死来 你这是干什么 小兔崽子 你给我住手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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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